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週末版政治道路 我是徐貴雅 武漢肺炎這兩個禮拜是台灣的關鍵期 雖然說台灣人不是去用飛驗很大 但是你知道嗎 一天增加二十幾個確診病例 你說不怕 那真的是騙人 但其實我說 台灣人的怕也是一種提高危機感 不過我們看到 從禮拜五公佈新增二十七例 現在整個累積是一百三十五例 那麼其中 如果從三月十四號開始算起 一個禮拜裡頭 境外一路增加了七十九例 還要出口氣氣的朋友 看你還有幾條命可以這樣玩 也不要說你只有想到你自己 害慘了整個台灣 另外我們看到的是 台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 他的建議是這樣 他說從機場開始 就要守護國人 全面來進行篩檢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我們篩檢能量到底夠不夠 還要來看的是 除了歐洲 義大利 西班牙 整個大淪陷之外 美國 好 加州開了第一槍之後 紐約州他們也跟進 採取的是禁足令 各國的疫情我們一併來關心 開討論之前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政治學教授范世平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歡迎醫師公會全聯會副秘書長 羅君軒 羅醫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前立委李君毅 各位好 大家好 最深媒體人黃創夏 深深不息繁榮昌盛 國民黨文庄會副主委黃子澤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歡迎最深媒體人王詩琦 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的記者會 最新疫情的掌握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今天要宣布就是說 我們有新增個18個 18個境外移入的個案 好 那這18個全部都是到國外 然後回來的 國內確診個案持續雙位數成長 總確診數累積153例 21號新增個案中案140是埃及旅遊團團員 原本是接住者居家隔離期間 3月18號發病 21號確診 埃及旅遊團群聚已累積7人確診 還有案148 1月中到3月16號到美國留學 凡國出現症狀 21號確診 疫調發現 和先前案85 118 121 紐約自助旅遊群聚感染個案 同班機回台 但互補認識 另外案150 20多歲男性 1月中到英國留學 19號出現症狀 21號確診 疫調發現是案133的家人 而且3月14號同班機回台 其餘個案皆有 歐美或境外旅遊史 其中美國佔5例 英國佔6例 美國 東亞 這些來曾經有就醫過的 曾經有就醫過的記錄的 我們全部要召回 做居家檢疫 然後安排檢檢 那這邊大概有 差不多是3000人 為了擴大追溯檢驗對象 全力防堵境外移入個案再增加 降低引發社區感染風險 而國內近一週 確診病例增加85例 絕大多數是年輕人 指揮中心表示 最近大多是留學或工作 年輕人返台 染病跟年齡也沒關係 我們在迎接第二波攻擊裡面 攻勢非常的猛烈 那我們看到說 一天有23個人的 27個人的 大家心裡頭 當然是難免會擔心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守住整個防線 我們看到的是 好 現在有兩個關卡 一個就是說 我們國境幾乎也就是關起來了 還有在我們到達100例之前 那一個境外移入的那一些個案 他們到底接觸了誰 那是一個我們必須要去掌握的部分 不過你知道嗎 我覺得台灣人有些 真的是敢死隊 他們很奇怪 比方說我們在講說摩洛哥 還有包括秘魯團 摩洛哥可以搭飛機 因為他們逃命式的 終於坐上飛機 心就安了 但是秘魯他顯然是沒有經過 這一個這樣的波折 他們怎麼樣 秘魯那一團有70幾個人 是包機先回台灣 但是居然剩下100個說 我們才剛在這邊 我們在秘魯還玩得不夠過癮 他們還希望可以繼續來玩 那問題是 好 你繼續玩的情況下 王定委員就有講到說 秘魯如果關起來 你要怎麼回來 看到看到還有一些人 遺典要出頭這麼小的事情 看到紅會真的會大 難免啦 就是說我覺得大家 難免會有那股氣 因為的確現在全球的情勢 都不太好 而且那個你不可控的 不可預知的風險 的確存在 而且非常高 譬如說像摩洛哥之前 他就突然間 給你封了國境 封了國境 你在裡面的人 你也出不來 更何況 我覺得現在在國外觀光 其實你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為他很多公共場所 其實都是關閉的 你想看歷史建築 你想看藝術品 你想看什麼音樂劇 他可能通通都停演 他可能通通都關門 所以你去玩 某種程度 其實也無法玩得盡興 所以如果在這種狀況底下 還堅持說 我先不要回來 我才剛到 我還要持續的玩的話 我會覺得 你明知山有虎 可是卻偏向虎山行 這個東西 這種行為真的是要不得 而且是極為愚蠢 就是說你這麼多不可控的因素 你卻仍然質疑 很偏執的要去 而且最可能的是 他可能會回過頭來 造成台灣自己內部的負擔 好那這些人進來 如果沒有做一個好的篩檢 如果沒有做一個好的追蹤 然後他們如果再回到了社區 萬一他是有狀況的 回到社區會造成社區裡面的 這些更高的危險性 更多人面對那個危險的時候 那台灣怎麼辦 就是台灣的防線 其實你不能夠一步一步往後退 你一定要擋在前面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進入了 這些高風險的地方 第一個你的行為 會讓大家很火大 因為你完全無視於台灣 自己內部的安全性 但是現在有人是說 政府是怎麼不要禁止 政府可以當那一個開第一槍的人 我跟你講 任何時間點 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我今天封15號要封 會不會有14號的人說 那你怎麼辦 如果定在18號的時候 那17號的人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覺得就是說你必須要 做出一個最後的決定 決定是哪一個時間點 然後必須要全球的進行管制 那政府的政策我認為 它是盡可能的維持大家 在一個正常生活的狀態 盡可能拉長這樣的時間 所以他就沒辦法 到最後這個擋不住了 我還是得要做出一個 最後的時間點的決定 那所以在既然都已經試圖 讓你維持正常生活的狀況 是盡可能的拉長了 然後最後做出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大家就是得要配合 否則你說第一線的這些醫療人員 你說在機場 這個檢疫的人 第一天回來的人 有多少是在機場 直接被攔下來的 對 被攔下來可能有狀況 就是說那個第一道防線的人 他們辛苦不辛苦 辛苦啊 凌晨4點還在那個地方抓 還在那個地方做攔檢 那這些人的辛苦 難道都不是辛苦嗎 你的玩樂難道比較重要嗎 好 如果你今天是有狀況的 然後你也傳染給其他的人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這些醫護人員 那些醫護人員 他們每天包成那個樣子 穿那個兔寶寶裝 難不難過 當然難過啊 再兩天天氣其實是熱的嘛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覺得還是全台灣的人 其實都在同一艘船上啦 你多一點的這個愛心 就會使得整個台灣的狀況 會好一點嘛 你幫別人想一下 別人也幫你想一下互相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這個時候還堅持在國外玩的人 難免會讓大家火大啊 你是無視於我們大家的擔心 還有我們的防線嗎 就如果這一線潰題了怎麼辦 那我們大家的健康 會不會被你而拖累 這些都是應該要納入你 出門旅遊前的思考的因素之一啦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無論如何 就是我們在這個電視媒體上面 就是呼籲再呼籲 不要再出國了 你在外面的人趕快回來 否則你到時候人家封關 你回不來 然後說哎呀政府要救我 天啊 對我覺得那個你製造出來的問題 和麻煩就會一波借一波啦 我們都希望說公民素養 大家都體管自己的水準 我不是 其實你不要說想到其他的人 我覺得有一些 如果我們回推之外 你自己看你自己 你如果染病的話 你知道那一些狀況 你真的會 我自己有在國外感冒的經驗 那個藥啊吃了 我吃幾天都沒有效 我覺得我生不如死 我會不會死在這裡 你可能自己要面臨那樣子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沒有辦法參考考慮到別人 你要考慮到你自己生病有多痛苦 那我請教一下羅醫師 因為我們在看這個裡面 一個禮拜而已 暴增79例都是境外移入的個案 我告訴你我這個腦容量 我的載體已經滿了 我已經背不起來說 到幾例是幾例 我們看 好 在禮拜五公佈的這一些例子 總共是有27例 然後其中只有三個是本土的 其他都是境外的 世界各國都有啦 那當然說國人回國 我們不能說阻止他們回國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機場成為 守護國人的那一道防線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剛剛主持人說他腦容量都裝不下去了 我也拿這張圖給大家看 不只是腦容量裝不下去了 一張A4或是大一點的紙都裝不下去了 那不過這張圖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說 台灣在這一次的疫情防守的還算不錯 那在世界算是一個優等身 你現在感覺還不錯 因為有的人就是說 你23例27例已經不會結束了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如果用各國的再來回推是不是 我這樣講是說 其實民眾真的不要過度恐慌 我們還是要有比較 有比較才知道說 我們的一個優勢在哪個地方 當然我們看這上面有一個區塊 橘色區塊 這橘色區塊的話就是從歐洲回來的 那另外一個區塊是亞洲跟北非回來的 綠色的區塊 你會發現說很明顯的 跟本土的這個個案差很多 那現在也是我們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在講說到底有沒有傳播 有沒有社區傳播 我覺得那已經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下一步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一直在講超前部署在怎麼做 那剛剛這個桂亞提到說 這個機場怎麼辦一直在湧入 我這邊的數據是這樣子 在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出境的人有5716人 入境的人 還有人出境 對 這個就很奇怪 到底出境在做什麼 如果真的是跑去玩的 沒有特別的公務 沒有那種不可抵擋的一些事情 他還要跑去玩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欠國人一個公道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你出去就有風險 對 而且你知道嗎 美國他們下的令是跟你講說 你要考慮你現在如果要出國的話 有可能我們關閉邊境之後 你就在那一個國家待著 他們是這樣 是 另外就是說入境的有7682位 我們的公務學者提到說 如果依照目前歐洲的一個確診 的一個比例來看的話 他覺得大概會有大概到5% 我覺得是說也許不要把它算那麼高 我們把它算成1%就好了 因為畢竟這是我們台灣的國人 不管他今天在台灣或在歐洲 我覺得他的一個衛生的一個習慣 他戴口罩避免群聚勤洗手 一定比其他歐洲人做得好 那假設他的確診是1%的話 可以想像說可能還是有幾十個人 會每天這樣帶進來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中央流行 指揮中心不管公佈多少未來 我覺得大家就是不要PANIC 不要害怕 不要恐慌 它是在自然軌跡面必定會發生的 現在重點是在我們怎麼樣把這些 境外的守住不要變社區的一個問題 那剛剛也提到說為什麼不要出國 因為你一進一出之間 造成了所謂機場防疫的很大的困難 進來的人其實動作會很慢 是因為我們要填那些 所謂的健康的調查書 馬上要安排後續的一個 居家檢疫的工作 那也跟大家講是說 如果就假設現在出國的話 你真的遇到醫療的問題 不要想像那是台灣 在台灣遇到醫療的問題 馬上1922所有人幫你都處理好了 你會有很完善的服務 可是如果在國外 你染病的話 第一個你要去看病的時候 光看到那個阿鐸 你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你就快要昏倒了 然後你看到那個醫院裡面 也沒有像我們很多地方分流分通 做得很好 你就越看越恐怖 搞不好小病就變大病 所以終結來說 就是你現在不要隨便出國 除非是一些必要的 無法改變的一些行程或是藥物 那麼在機場的部分的話 我認為現在我們幾個部分很重要 機場的防疫車隊其實很辛苦 防疫車隊現在有很大的一個量 要去發動 那麼有很多的民眾需要服務 我覺得我們在這裡要跟他表達 最高的敬意 除了醫護人員之外 這些人很重要 還有邊境的這些檢疫的人員很重要 不管是檢疫人員或是在做這些 所謂健康調查都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的需要的量越來越大 那另外一部分是醫護也很重要 我們看一張圖讓他知道說 因為你不經意的隨便跑去玩 你覺得你賺到便宜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這一張是我剛剛來上節目的時候 在北捷拍的照片 我從下往上拍了 代表我對台灣人民的敬意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天在努力的 就是在照顧我們的國人 我們沒有拍到每一個國人的臉 但是我們知道是 這都是我們的同胞 我們要照顧他 每一個人都戴著口罩 這是台灣的驕傲 這是台灣的公民素養 每一個人都維持他日常的生活 我們在講說這幾天 有一些數字爆出來之後 造成一些所謂搶購的風潮 我希望搶一天累了 不要再搶了 留在家裡網購也可以 搶購其實就是最大的群聚危險 而且那些商品很多人摸來摸去 有一些如果剛從西歐回來的人 也可能跑去搶 所以跟他講說 在家裡面等了就好 另外一張圖給大家看到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樣的事情很重要 因為大家看到這是一個 我今天沒有拍到他的臉 只有戴口罩 這是一個很帥的年輕人 他是台大醫院的醫護人員 緊急的救護人員 那麼你發現他衣服有兩個顏色 上面比較深 下面是淡的有沒有 都已經濕了 全身都濕了 我們常常說穿了防護衣之後 穿了隔離衣之後 是什麼樣的狀況 各位每天都這樣子 因為現在我們這家社區裡面有很多的風險 所以在緊急救護的時候都是最高規格 所以身上永遠是這樣的汗水 那麼汗水之下是什麼 你可以想像他身體因為長期浸泡在汗水裡面 可能很多地方都過敏了 都起疹子了 可是還是要做 日子還是要過 民眾還是要保護 所以任何個個案進來都會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擾 這個戰大家已經打了很久了 也很辛苦了 可是我們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一起不要恐慌 維持正常的生活 好 我們進一步來看到 其實當然有一些留學生他們想要趕快回來 就是說台灣是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其中有一個他可以說是典範 但是以後一般人可能買不到這一些配備 在淘機看到有一個留學生 全身上下我們說那個兔寶包裝 他就是穿著隔離衣還有護目鏡 包括手套口罩全副武裝 我們一起來看 留學生返台防護衣全身包緊緊 另一邊也是全副武裝 防護衣N95口罩身上裝備超齊全 那邊有人在銷售這東西 那個烘台價格嗎 還好吧 20加幣 雖然花點錢買裝備 但至少多了一份安心 只是這趟回台的路最波折的 應該是買機票 貴滿多 我一個朋友前一天看是500 然後後一天看別1,600 這樣有雙倍嗎 雙倍再多一點 短短一個晚上就翻了三倍 但為了能順利回到家 還是姚依雅買下去 因為我原本是想要飛加拿大 加拿大比較安全 然後原本是做禮拜四的 回來要3,400美金 然後可是到禮拜五 就變5,900了 然後禮拜六之後都沒飛了 這個留學生更博折 想到加拿大 但礙於沒有美國護照 不能隔夜過境 最後買了四次機票才成型 不只學生接機的家長 全身包的密不透風 仔細拿酒精全面消毒 無依疏漏 這麼大費周章 直到接到孩子那一刻 才鬆口氣 母國怎麼可能會拋棄他們呢 他也受了很多的苦 而且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事實上是沒有 這樣的一個規定 所以大家應該要 多用同理心來看待這個事情 城市中難得感性 畢竟自己也是為人父 讓在異鄉的游子平安歸來 是沒一個父母的願望 我覺得如果能夠做到 那樣的全面防護 當然是很好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不見得 可以買到那樣的配備 買那樣配備 其實對他們來講 坐上飛機 我們說密閉的空間裡面 是最恐怖最恐怖的地方 不過我們在講說 反國朝的這一些人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 國人要我們要接納他們 但是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國內酸民有夠多 酸就是說檸檬汁 那個很酸的酸 我們看到陳時中 他其實做得非常努力 而且真的是大家說 部長你敢當休息一下 但是我們看到 好 如果你下禁令之後 他會怎麼樣 這個是一個網友 做出來酷手的圖 因為總是會有兩個極端的人 你是怎麼叫我不能出國 為什麼不能出國 我有我的人權 我要出國 你違憲 在國外的滯留怎麼辦 他就說你怎麼不救我回國 還有一個狀況是說 你為什麼要鎖國 疫情明明就還好 如果說你現在鎖的話 你知道又有一派的人 覺得說你動作怎麼那麼慢 疫情現在爆發 你為什麼不鎖國 就這樣一直天天特特 包括我們剛剛也已經講了說 出國是違憲 根本就是極權 小英在搞緊急法 根本是極權 就是說你不管怎麼做 都有人在賣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說 好 他們要回來 我們在機場的這一道防線裡面 有沒有什麼樣更好的建議 可以讓大家平息 大家覺得都可以接受 這個給人家有 這過了 我跟你講 像這種事情 在中國沒有發生過 你再說下去 所以台灣現在的這個社會 你不珍惜它 你才是白癡 你知道嗎 現在是緊急狀態 連美國都用緊急狀態 美國的自由是全世界有名的 個人主義 個人權利 全世界有名 它都實施 上街頭去抗議 所以我覺得這個酸民 這個酸度也不要太高 酸民可以減少那些空間 我是這樣感覺 我是覺得有人就是趁這個時候 想要露個臉 露個臉 看個頭 我在 我在 你看我講話有多酸 講話有多毒 這個毫無意義 最重要是我們現在面臨到 第二波的疫情攻擊 這個病毒的攻擊 大概很清楚的來源就是境外移入 這個很清楚的一個軌道 一個軌跡 我們看到我們一些學生 不錯 他們去弄防護衣 不過要提醒大家 防護衣就是一次使用 目前是簡單的防護 就是口罩的這個部分 那個就是沒有防護 這樣叫沒有防護 當然就是沒有防護 你已經有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潛藏在這裡面 你怎麼知道是誰 那應該要做到什麼程度 就是要隔離衣 就是要隔離衣 醫師你建不建議說 機場也是要穿全副武裝的隔離衣 那可能護目鏡 口罩是一定要的 要不要做到那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考量 而且我覺得可能就是 我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可能可以整體上來評估 因為就是說 可能要看物資的部分 這個防護本身 當然是越高標準 就變得越好 但是有時候就變成在那個現場 譬如說那些人在排隊 能不能控制他們 每個隔一公尺 還有那個時間耗用很久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可能都要一起考慮 我覺得這個蘇生章做得對 從現在開始取消隔離補助 莫名其妙 多少人是出去說 我回來又賺到了 這個中扣四扣 因為他們是免費出貨 現在又便宜 現在又便宜 政府再花一千塊 十四十萬塊 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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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算 他其實是表面的 因為你可能頭路都不保 有一些人是說 你這麼便宜 你真的有工作的 或許他根本連這個都不敢想 第二個就旅行社 這個時候如果還有刻意 去出國的話 就旅行社要負責 刻意延遲不回國 就旅行社要負責 對不對 你旅行社幹什麼 我覺得我們的旅行社 出事 我們有幾團 那這個時候呢 你這個是不是要停止所有出團 停止所有出團 如果沒有三級 如果沒有二級 那我如果取消的話怎麼辦 所以我是覺得 大家都在自私的在算自己的好處 那在這個情況下 不管是網路 不管是旅遊的亂象 我覺得這個時候政府就是 就是採取最嚴厲的 這種保護的措施 這個對國人的保護 這不是在那裡說 我在耍官位 不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目前國人都知道說 出國有機 那裡長得很累 不過創下歌我們看 有一個人他還是很奇怪 他的言論指責科 或許也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黃志賢 就像你剛剛講的 刷存在感的人還在 還在那邊酸來酸去 黃志賢就說 你好不好意思 他是在罵陳時中 他在他的臉書上面是這樣寫 他說陳時中對於歐洲美國 根本就不設防 你自己不調高旅遊的警戒 卻發動輿論 聲討霸凌那一些 因為相信你 然後出去玩的人 你好不好意思 他說有任何一個媒體 可以像他一樣 這樣超前部署的嗎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有 對於超前部署 他還是持續在刷他的存在感 其實他們這些人的 主要的用意是在講一件事情 你們這個時候 怎麼可以對中國 一開始就這麼嚴厲 還是一心向著他們的主 他們其實在講的這些是 你怎麼對中國這麼嚴厲 其他的都是他們抓到一個話題 只有重點就在於說 你怎麼可以對中國這麼嚴厲 而這個時候 一講下去之後 我相信 中國現在正在大內宣 一定會覺得 這個台灣裡面有個 好窩心 有一些窩心的人 在這邊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夢夢 可是今天回到這個疫情 陳時中也講了 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再去罵 那些出國的人 那是陳時中講的 所以有沒有在霸凌 黃志賢連陳時中的記者會 都沒有看 那當然我們現在回來的時候 是有個問題是 真的比較嚴重的事 如果從疫情來講 現在我們這個 也有跟很多醫護人員 他們在聊天 他們現在最大的壓力是什麼 他們現在叫做雙面作戰 先前的時候 我們花了這麼近兩個月的時間 超前部署 但是現在呢 確確實實已經是追究都沒意義了 是亡羊補勞 就是超前部署 努力的要去賭嘛 可是現在有個亡羊補勞是說 誰知道英國歐洲各國 這麼的狂爭 像昨天的二十七里裡面 我去數那個 講出來的國家十九個 那是代表的就是 李明寅是講的 全世界對著我們唱歌 而且裡面都噴口水 那個是 有病毒的 對有病毒的 那現在的狀況是 這麼多人 一天七千多個進來 前面還有一萬六千個進來 然後這些人 我們的里長 我們的村里長 本來就已經很累了 有的里長還跑出去 還被隔離了 那人數又更不夠了 那這個時候 這一萬六千個人 我會呼籲的是 你出國你有很多理由 你很多小孩子要趕回來 那也是人性 也是人權 好 但是回來之後 拜託一件事情 配合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心裡最大的 其實我們坦白講 我們沒有守不住 我們只是有一點不確定感 因為不確定感是說 你看一萬六千個人 那以台灣來講的話 你住了社區裡面 你就心裡就會毛毛的 有沒有一個人出去過 那你有沒有出去過 你應該誠實以對 我會覺得是 因為昨天的下午的消息 陳時中呼籲那一萬六千個人 我們看昨天公布的數據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主動的跟村里長報到 那還有的人呢 那你們不報到 那他不報到 我們揪不出來嗎 不是 我們一定會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你知道台灣 是個自由社會 他有沒有在村里長 能夠控制的範圍內 有沒有在警察 能夠了解的範圍內 他有沒有乖乖的 不是先去洗個頭 然後再回家隔離 這個壓力其實都很大 有可能 所以這個壓力或是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嗎 像今天講的說 機場的很多人回來之後呢 都先去吃飯 才去坐隔離的檢疫計程車 因為你可以理解 他們現在二十幾個小時 沒有飯吃 所以先去吃飯 可是這裡面都是個風險 所以我們這裡面這麼多風險 拜託你們這些人 回到家裡後 回到台灣之後 該居家檢疫 就主動的居家檢疫 所以我們才會說 那個公民素養很重要 比方說之前大家想說 社區已經有一些不確定的感染源 但最後我們 居然是沒有拓出去 就是因為我們的素養水準 所以這些人一定要好好的 那我這邊後面 甚至於我會建議防疫中心 我們已經要呼籲了 但如果說你已經要給個期限 你不能說 一萬六千個 或現在七千多個人 你自己回家之後 你不主動報到 幾個小時之內 你不主動的向村里長報告 可能也要一些相關的罰則 罰則或者是公布 讓大家知道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個時候 亡羊補牢這件事情 跟我們超前部署都要做 而且這裡面很多人很可憐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防疫機關 那些警察呢 警察戴著口罩就去查驗 那很危險 那很危險 所以我是覺得很多的物資 都還要給他們 要準備給他們 所以這個時候 用十萬套口罩 去換三十萬套的黃副衣 其實是划算 拜託黃志賢們 你們搞清楚實際的疫情 來指責哥 黃志賢的這個部分 他還在講說 陳時中發動輿論 霸凌出國去玩的人 那你這時候 你會選擇出國去玩嗎 對 坦白講 這時候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沒事啊 別出國 不出國就沒事 沒事也不要出聲 所以說坦白講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這個剛好 尤其醫生講說 還有幾千個人出國 當然我猜 比如說有一些是要洽工的 或者說親人在外面 還有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難免會有 不過這個時候 就真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幾乎是一個疫區了 不管去哪裡 都是很危險 尤其現在 事實上從今天凌晨開始 我們已經宣布 全世界 都是列為第三級的警告了 旅遊警示 換言之 坦白講 你現在去跟旅行社要求退廢 幾乎都可以全額退廢了 所以現在 沒有出國旅行的必要 那當然 就是說剛剛特別提到黃志賢 他有他的論點 我充分尊重 其實我坦白講 有一句話說 阿倫比較肉也沒胖 就是說如果大家站在 譬如說監督政府 希望政府做更好的防疫的措施 都是好意 但是就是說你的批評 當然要根據事實要合理 那我坦白講 我略略可以知道他的意思 第一個我要先說 我沒有感受到陳時中有去發動 這個什麼網民要去霸凌 沒有 這是沒有的 但是你說有沒有其他人 我說當然里長 我特別提到那個3月10號 這個新北市一個里長 就要去出國去西班牙那個事情 當然他被批評的嚴重 可是我要回頭要講 我在節目上之前也提到 坦白講西班牙這個國家 的確是我們稍微 我個人認為有點輕忽 為什麼 因為3月10號里長要去西班牙 帶團去西班牙的時候 當那一天 西班牙已經有多少確診病例 1200多例 可是就是說 你說旅遊市井的這個部分 當然隨時只有2級 沒有到3級 坦白到3級的話 里長也不會出去了 但是說坦白旅遊市井 也不是為了他要去玩 我們要休息一下 其實我認為說 黃志賢他在講說 陳時中你好不好意思 我是覺得黃志賢 如果你要建議的話 給一點有應用 你再來建議 現在是防疫時刻 希望說都可以上下一心 不過還是有一些亂象產生 比方說 你要出國 那個你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還有有一些人散播謠言說 現在要開始囤物資 各式各樣的亂象 我們要問的是 政府到底是怎麼做 把時間交給賢瑜 謝謝各位我們首先來看到 其實現在這個時候 真的不適合出國 雖然不能夠說出國的人 是全民公敵 但是我們希望出國的人 可以想一想 你身上真的是一個國家民族的重量 都壓在你身上了 所以呢 為了不要鼓勵 大家在這個時候 離開台灣這座島嶼 離開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呢 我們列出來了 還有哪些地方 是你可以不用出國 你一樣可以玩到像國外一樣的厲害的景點 像是呢 紐西蘭魔界的拍攝景點 哈比烏這邊 如果你就是一個魔界迷 很想去看 拜託你先不要去 因為呢 苗栗你也可以拍一模差不多啦 很像的網美照 一樣是樹屋 一樣是有這個有花有草 非常漂亮 左下角我們來看到這個 吳歌窟 這邊是樹根 跟這個古老的建築 以及盤根錯節在一起 你很想去 我跟你講沒關係 在基隆我們這邊 是樹林砲台一樣有清朝時期 就建造好的這個砲台 再來我們看到 再如果呢 你想要去土耳其看這個棉花堡 棉花堡它這個景觀怎麼形成 它其實是一個鈣化的梯田 非常非常漂亮 一層又一層 現在呢 土耳其當然是 拜託拜託你千萬不要去 你可以去苗栗的這個小棉堡 那小棉堡呢 它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類似的概念 也是一層一層圓圓圓的 它其實是一個養魚的設備 所以數起來 這個苗栗這邊有個哈比烏 這邊有個小棉堡 這個那聽說這個苗栗國 可能要獨立了 所以要準備觀光簽證準備一下 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在葡萄牙里斯本 有這個非常漂亮的海岸線 我跟你講 一個move馬上來到基隆 這個必殺魚港 沒再輸人的 我如果把名稱蓋起來 你真的分不出來 哪一個是哪一個 之前呢我們也講到說 台灣的防疫 確實是各國有目共睹 包括紐西蘭總理 他就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紐西蘭將遵循台灣模式 相信紐西蘭也可以做得到 就如同其他國家 例如台灣 新加坡 還有香港 那另外呢 除了這個政治人物的部分 在娛樂圈的方面 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他也在推特上說 他說 Moy beyond Taiwan 他說台灣真的做得good job 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希望其他的America 其他國家 美洲國家 也都可以追尋這個台灣兄弟的腳步 一起來成功的控制住疫情 那至於呢 在美國這邊 這個光頭老兄 他叫做Rick Scott 他為什麼呢要出現在這邊 因為他之前就是 我們之前講過 有一個代表團裡面呢 巴西代表團 包括很多的總統身邊的人 都確診了 他也在那個晚會上 他也想要說 那我既然都有近距離接觸過了 我的風險應該比較高吧 那我是不是也要篩檢一下 結果 醫師跟他說不用 他說為什麼我們不能夠遵循台灣模式 他們有多少就測多少 一樣的是在肯定台灣對於防疫的努力 最後我們來看到 台灣的電子微離監控系統 事實上這個呢 也引起關注 之前以色列總理Netanyahu 他就說他就特別點名了台灣 說要以台灣的這個 電子微離的監控系統 來追蹤感染者 或者可能感染者他們的動線 這都是各國注意到台灣 在防疫上做的非常好的地方 最後我們再來看這張台灣 現在的狀況 就是呢 這個政院 我們的院長的高級反轉 與其叫大家說 大家千萬不要買東西 這些物資 你越這樣講 大家越更要去買 所以呢 院長怎麼說 你要買就去買 我跟你講 還不買爆 囤爆 去買一些生鮮蔬果啦 買魚啦 促進消費 那至於這個衛生紙的部分 其實因為 一個人也就一個卡層嘛 就算你每天把蟹藥當水河 你也還是一個卡層 所以真的不要那麼 那麼忍不住 不用囤那麼多 那物資呢 我們是絕對夠的 農文會主委陳其中 他就說 我們的穀物 我們的肥料 我們的農藥 我們的蔬果都非常的充足 你要買 說真的現在超商 現在這個廠商的意思就是 就看是你家櫃子的空間多 還是我的貨多 你要買我就跟你比起來 那同時呢 我們的金金不掌 像陳榮金他也說 我覺得很好笑 他說呢 我們現在因為大家都要囤積 除了生鮮蔬果比較少人買 因為大家比較常買的都是像是 好比說 罐頭啦 泡麵 那我們的罐頭跟泡麵現在產能有多高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比喻 已經提高到了中原普渡的水準了 罐頭 罐頭塔 泡麵塔 有多少大家都知道 所以已經到了中原普渡時的水準 你要多少 有多少 這就是台灣的現況 時間交換給貴啊 賢瑜剛剛介紹說 不出國也很好玩 有好幾個景點 看完之後我也覺得蠻心動的 我本來明天我就不在台灣了 本來是明天就不在台灣 Google了好久說 日本櫻花開 全開就是這個時間點 但不好意思現在沒有辦法承襲了 那我們覺得說 可能會有一點點損失 但是那個沒關係 旅行行程被打亂之後 我改成輔城輕旅行 我不知道賢瑜說 你自己有沒有出國的計畫被打亂的 蘇人不出陣 我跟你講我也有 原本呢 我今年是想要去日本滑雪板的 可是我這計畫當然是不行了 然後另外我不能出去 然後我原本在美國有一個朋友 他就抓了今年三四月 原本要從紐約到台灣的 然後其實呢 我跟他昨天晚上才 因為我們真的很久沒見了 我們才視訊聊過 因為我經常會在新聞上看到說 紐約現在又怎麼樣情況啊什麼的 我就問他說 你們那邊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跟我們在新聞裡面 看到的一樣 答案就真的是 時報平常就是非常多人的 什麼時報廣場什麼百老會 現在真的就是你可以在上面 裸體跑步大概沒有人 裸體跑步 真的就非常的少 就變空城就對了 非常的空城 而且你知道紐約客他們 他們的生活就是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但很多人就是party 我這個禮拜晚上要去哪邊 我這個晚上要去哪邊 哪邊有拖哪邊有拖 現在每一個美國人 因為你知道他們的那個檢測 他們的篩檢的劑 不像台灣一樣幾乎是要有就有 而且就是我們不用付很高額的代價 他們生鏡沒有那麼多 所以很多美國人 他們在紐約 因為紐約現在是個超級疫區 已經是個重災區了 他們紐約人看彼此 就是把對方假設為 你大概八成有了 所以我們已經 他們現在吃飯怎麼吃呢 開視訊 吃飯 認真開視訊 就打開一個題目 一個很另類的聚餐 視訊聚餐 完全就這樣 而且事實上我今天下班之後 因為他在紐約 我要拿我的深夜的宵夜 配他的午餐 我們已經說好 你們感情好好 對 就是紐約現在也非常的糟 那台灣也狀況也不太好 那顯然他們應該已經經歷過 一波的那個搶物資了吧 完全已經 其實這個部分還好 因為他們在餐廳的這個部分 還是有可以做 這是什麼 delivery還是可以在做外送的服務 那至於搶物資部分 我不想要做一個相運的 這個酸民 就是人家說什麼就跟著去 可是在破百那一天 我真的還是忍不住 到了我們家附近的超市 然後看到貨架都空了那一下 你真的會有一種很怪的感覺 就是你跟你身旁這些人 你正在經歷幾乎是國難這一刻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所以其實現在政府呢 我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說 你可以去買一些生鮮蔬果 但是你除非你腸胃特別的不好 否則你的衛生紙真的沒有必要囤積 我們來看這則新聞 來到第二間賣場 人潮依舊多 為了因應疫情帶來的搶購風潮 各大賣場為了穩定通路 跟衛生紙廠商洽談進貨 在賣場開門前早就進好 三成貨源準備應戰 但民眾要購買錢可得注意有限制 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大家都每個人都有 才大家都不會有恐慌嘛 用完再來也可以啊 也不會缺貨 歷經前幾波搶購潮 全台四大賣場第一波寄出的 限購令緊急修正 原本一人能買一串衛生紙的 佳樂福和愛買 現在每人每車只能限購一串 美式賣場好事多則維持 一人一卡限購一串 至於大潤發 每人每日同款商品限購五個 衛生紙也修正為 一人限購一串 早上就有進至少四個品牌的衛生紙 然後它的貨量 在貨價上目前為止 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全滿 但是至少已經有三成以上的貨量 疫情接連暴增 民眾難免會有恐慌心理 現在修正祭出的限購令 就是希望民眾不要搶購 因為貨源還很充足 不要盲目囤貨 做好防疫才是上策 大家都看得懂繁體制 盡量買貨很多 這六個字大家都知道 可是的確 它還是在促進消費 還是要去搶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行政院他們後續告訴你說 我們這些貨怎麼樣 到底有多少的量 包括現在已經產能可以開到中原普渡的產能 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真的不缺 那你要買沒關係你去買 這個是你個人的行為 這沒關係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搶貨潮裡面 剛說刷存在感的黃志賢 他也要刷 他說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缺貨潮 大家去燉回 這是因為順時鐘的結果 上下的邏輯我也是看沒有 范老師 我覺得其實蘇貞昌對這個回應非常好 非常大氣 我看到有些藍營的媒體說 這個就跟那個英國的那個首相 好像那個消極 佛系是不是 佛系的這個防疫 好像就不管了 不是 蘇貞昌那個說法是很有底氣的 很有自信的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我們現在的所有的這些產能都是夠的 我們的食物也是夠的 我們的衛生紙的產能也是非常OK的 所以請大家盡量消費盡量振興經濟 盡量擴大內需 那個衛生紙產能的那個部分呢 告訴你有多夠 你真正是要刷牆牆 300年都夠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對於這些採購的朋友 我只希望你們不要擁擠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現在群聚其實是很麻煩的事情 那個推車上面都有可能會有相關的這個病毒 所以你為了去搶購 引發更多可能不必要的危險 我覺得是沒有這個必要性 那但是我覺得現在政府是已經準備好了 穿BENBEN 就我們物資都OK 大家不要再去做盲目的這樣的一種消費或採購 可能到時候你家裡堆了一大堆泡麵 到時候期限快到了 你每天吃泡麵 這樣也太好了 我沒有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家泡麵都會過期 所以我拒絕再把它放到過去 你搞不好開到今年下半年 每天要吃罐頭 每天要吃泡麵 每天要吃料理包 那你這樣生活不是很痛苦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便利商店 你看那些東西熟食都很多 我們的各種的餐廳都還在營業 所以我真的覺得大家不用急 可是有人會說 你看連陳其邁都去搶了 陳其邁他也去超市 但是我真的第一眼看到 我以為是陳其邁 真的很像 你看這個髮型 然後又戴一個口罩 眼鏡也很像 抱歉這不是護衣店 他沒有去敦毀 但是沒關係你是可以買的 對是可以買 因為我們政府其實沒有在怕 所以我比較想說 黃志賢這些人 還有他說這個政府的批評 對陳其中的批評 很抱歉 2月27號TVBS 這個媒體色彩都很清楚 82%的民眾認為 蔡英文在防疫上的努力 是肯定的 只有8%是不滿的 那我相信經過這段時間 不到半個月 這個支持度 應該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那如果主流民意都是支持政府的 那我不曉得 黃志賢這也在批評的意義何在 他是跟主流民意倒著轉 他今天只是在罵什麼 他只是在罵說 你台灣為什麼跟美國 美國簽訂的這個所謂的 台美防疫夥伴聯合聲明 因為我們目前要跟美國 這個每個時候有10萬個護照 10萬個口罩給美國 然後美國要提供我們 30萬件的防護衣的原料 這個時候他說台灣什麼 他說台灣居然是美國的殖民地 他說台灣為什麼口罩不給中國大陸 他說我們台灣做美國的奴隸 他說這是喪心病狂 數點忘數 說的這個跟中國新華社的罵法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知道新華社 因為這件事情也是很生氣 然後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是什麼 他說台灣是這個 只防大陸不防歐美 台灣是仇中媚美 台灣是以疫謀毒 台灣是戒疫抗中 台灣是扶陽自重 什麼意思 一樣啊 他們好像很喜歡矽孤連 都矽孤連 扶陽自重 然後說我們是什麼 仇中去媚美 去慘媚美國 去仇恨中國 用什麼以疫謀毒 用這個防疫來謀求獨立 用這個借疫抗中 借著這個防疫來對抗中國 黃志賢的說法跟新華社 在3月19號的社論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說黃志賢 為什麼今天大家會覺得 你不是站在主流民意的這一塊 我們這次其實台美的防疫聯合聲明 是由AIT的辦事處的主任 利英傑先生跟我們的外交部長 吳釗燮共同簽署的 然後美國說 然後我們的陳時中部長 在這個簽署完之後說 我們要跟歐盟 要跟日本合作 結果隔天歐盟就跟我們聯繫了 要跟我們的周園院 共同來針對這個疫苗 共同來合作 所以美國這次這個台美的這個聯合聲明 是要做什麼 事實上就要做一個台美的WHO 美國已經要跳過WHO了 因為那個譚德賽 那個譚同志 那個譚書記 已經被世界所唾棄 WHO現在是惡名昭彰 成為這個中共 等於是中共幫中共在這邊擦枝抹粉 已經不獲得國際的信賴 而且所有這個 那個接受WHO的這些資訊的國家 每個國家都中標 每個國家都倒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WHO完全低估了中國的疫情 讓很多國家 信以為真 結果誤信了 所以WHO現在在國際上已經是 惡名昭彰 大家不信賴了 那我們看到這次美國為什麼跳出來 就是台灣跟美國 未來在公共的防疫上要共同合作 我們剛剛講過 這次台灣的防疫成果 不是我們嘴巴說 很多這些青藍的媒體 說台灣自己臉上貼金 你們跟習近平也沒差多少 習近平每天自己貼金 自己自吹自擂 你們台灣還不是 把陳時中說得跟神一樣 抱歉 不是我們說 我們跟中國不一樣 中國是自己貼金 我們是外國給我們貼金 日本給我們貼金 美國媒體 各媒體不要講了 連以色列的總理 納坦養胡 都說要跟台灣的模式 一樣 然後我們看到 連紐西蘭的總理 阿爾登都公開的 說台灣的防疫做得好 還有Ricky Martin 對 Ricky Martin 我們又沒有拿錢去給他 對不對 他是自動自發的 來替我們台灣戰勝 所以我必須想 台灣跟中國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 黃志賢這些人的說法 很多人說 台灣要 蔡英文應該趕快緊急命令 今天如果蔡英文說要緊急命令 一定有人說 蔡英文要戒詞 又要幹嘛了 要戒嚴 要戒嚴 要扩權 對不對 以意擴權 不只以意謀獨 要以意擴權 以意獨裁 這種話都會說來 所以我覺得 對蔡英文來講 要緊急命令 有什麼難的 說難聽的 一句話而已 這很簡單 而且說難聽 我行政權更加提升 對於蔡政府 要執行各種的工作 是更加容易 為什麼他不輕易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可能會造成 人民的恐慌 所以政府其實 說實在 要抓這個權力 太容易了 真的 如果是一個想擴權的人來講 那真的是 你們都是國民黨 就把我擴權 我求之不得 你們是你們叫我 又不是我自己要做的 可是為什麼 因為當你有權力的時候 你更要珍惜 你更要謹慎 你不能說 我有這個權力 我就來擴權 就不是一個負責任的 政治人物的做法 明明你看 連在野黨都叫你要 急急命令 為什麼蔡英國政府 現在還不願意 因為他希望權力 還是在必要的時候 才來做實施 而不是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可能說921大地震的時候 有急急命令 為什麼現在不要 921大地震 因為他那個時候是一個 快速的一個地震 因此他可能要很短的時間內 他就要集結各種物力財力 各種資源來救災 因為我們知道地震 因為防疫中心他們顯然 他們評估會更多 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不是短戰爭 它是個長期戰爭 所以跟地震不一樣 要有一定的節奏 對 所以這個時候要有節奏 實在真的有必要 例如說我們真的已經社區感染了 或者我們今天的數字 一下標到30個40個上百個 那這個時候我當然覺得 有那個必要性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個 比例原則的問題 那蔡政府現在來講 雖然我們看到的案例有增加 但是大部分都是境外的 而且我們都找到源頭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在可防 可控的範圍之內 因此緊急命令這個寶刀 暫時不需要急著出鞘 暫時我們維持目前的狀態 我覺得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因為可防可控裡面 大家擔心的是說 有一些本土的感染源 先請教一下羅醫師 好 我們再講那個 暗59一個高中生 那高中生的情況是 他一開始他是暗59 然後後來發現說 有一個是坐他斜前方的 這個男同學 後來又有一個 另外一個女同學 也是坐他的這個前面的人 那我們看他們後續 就是有一些狀況是 有五個可能坐在周邊的 是不明確的 那我們要怎麼看 這一個案例 他在傳播的那個能量上 看起來還是蠻強的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國人都非常擔心的 一開始就是從59例 然後後來出現103例 就開始停課 那現在又發生130例 對 那結果一看 果然是跟他們這個座位有關係 靠得越近 就越有可能 會有傳播的可能 所以一開始我們都在講說 口水 飛沫可能會引起 接觸可能會引起 那另外跟大家講說 有時候不只是接觸 還有一個叫我們做的 這個Formine Transmission 我給大家看一個圖 大家得了解 這個是最新的研究 就是說我們在想說 如果假設不是口水不是接觸 那環境媒介有沒有可能會傳染 比如說我跟這個同學 我沒有面對面噴口水 我也沒有直接去碰觸他 可是因為我的座位到他旁邊 那也許我在整理東西的時候 我會摸東西摸來摸去對不對 會有一個病毒在上面 或者說在收考卷的時候 從後面就收過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了解說 病毒不是只有在人體上面會生存 他在其他物質上面 也可能會生存一段時間 比如說這上面有寫到 在這個空氣中 他可能會有三個小時 然後在一些銅器上面 他也會有四個小時 那另外在一些紙板上面 我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文件 考卷 這個書本 他可能會持續二四個小時 那另外在這個我們說這個 塑膠上面 塑膠可能 比如說他有一些鉛筆盒 或者說有一些那個 那個L匣 這些塑膠上面 會持續更久 那可能會二到三天 還有這個 我們看到一些不鏽鋼 一些鐵器上面 也是持續好多天 那這個也是 我們在講的問題是說 現在其實在其他國家 他們有些地方 是完全的停課 包括小學 中學 大學 那我們在國內 現在有些學校 現在是用遠距 再上某些大型的課 超過百人的課 但是回過來 回過來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在日常生活 跟疫情的控制上 得到一個平衡點 因為你全部都禁絕的話 老實說我們不知道 要禁多久 那假設你剛剛講說 待多久 那個什麼不鏽鋼 或者是什麼塑膠 它可能是兩到三天的那個時間 對 那這個水平 你平常是怎麼樣處理的 這個我覺得這兩個部分 因為其實它 會跟我們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自己的手 手要注意 比如說像我現在 如果我看病人的話 我們也看完一個病人 我一定會用酒精會噴一次 因為我不希望把可能的問題 帶給下一個人 那像這個水平的話 平常我放在我的袋子裡面 所以當我拿出來的時候 譬如說我真的要收的時候 或真的要帶回家的時候 我也會把它做一些消毒 我酒精會噴一噴 因為確實我們會發現說 有很多的感染 不是我們本來說想的 一定是飛沫 或是我們說的接觸 還有一些就是說我們在環境 環媒當中的傳染 那這個也回到 剛剛這個主持人問說 那這個學校到底現在怎麼辦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去 密切去關切就是說 目前因為有一個學校 是有三個確診 對 那他也確定是有一個 這個個案從國外帶進來 這個病原菌 所以我們要密切觀察 目前每一個學校的情況 如果說假設其他學校 慢慢有一些確診的狀況 我們還是要高度戒勝恐懼 去思考有沒有可能 學校成為一個比較大的 傳播一個群聚環境 因為目前醫院已經分流分艙 分區分洞 我們都已經把他控制得比較好了 而且探病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希望說 進章都不要探病 已經禁決了這些 可能進來的這個感染源 那麼另外一部分 包括像這個老人院 我們有說現在有一些安養院 養護中心 他的一個探視也都要減少 那之前我們說的一些移工 這些照護移工 我們也開始在加強在管理 那現在比較大的群聚會發生的 其實就是學校 昨天是3月19號 本來大甲鎮南宮昨天要起駕 結果後來也沒有進行 那你現在看就知道說 我們這個民眾的超檢部署 真的很早 那學校要怎麼辦 就是目前的狀況 他還是在上課當中 對 目前的上課當中的話 是現在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我們流行醫級指揮中心 應該是要密切去觀察 如果說假設有第二所學校 也發生這個狀況 有確診 或算是有兩例確診 開始有兩個學校 開始完全停課的話 就要注意 是不是要考慮 所謂中小學或是大學 適度說遠距或停課的問題 好 這知識體大 但是我們要看整個 他的動向脈絡 再去做進一步的超前部署